谢谢 谢谢您 谢谢 非常感谢 好的 我们今天的第一节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第二节话题呢 是与美国的蓬佩奥 那么国务卿有关 我们这两天看到美国的很多新闻都指出呢 说美国的蓬佩奥国务卿呢 即将前往夏威夷呢 与中国的高官呢 在要进行会晤 此新闻一出呢 很多人呢 都觉得呢 这中国和美国之间呢 有新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不过这次呢 可不是中国的外交部的部长战狼的王毅 一个是唱红脸 一个是唱黑脸 那么今天这一次是谁呢 是杨洁篪啊 根据消息人士获得的最新消息呢 是杨洁篪 不过他们在夏威夷的这次的会晤呢 被称之为呢 是一场真正的中美之间关系 或者是协调关系的一次处置 也就是说呢 中国已经深刻的感觉到 美国已经将中国呢 作为自己的靶子 或者是自己的直接要对垒的一个目标 把中国呢 明明细细的放在了自己的敌人的一面 那么中国呢 有需要美国缓和这样的一个局势 并且希望能够给自己的更多的一些时间 或者是空间呢 能够在外交上面的用筹呢 能够让自己多喘息一段时间 而使中国的国力呢 更强大一些 具备更多的力量呢 去应对美国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实质上呢 这是习近平安排杨洁篪这次前往夏威夷呢 就是为了一件事情 为了向美国投降 而这种投降呢 一定首先要照顾到 中国共产党的官员的面子 同时呢 也要照顾到习近平本人的踪眼 习近平继续会在国内的高调的反美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打民族主义牌 打自己的这个受伤害的牌 打自己是这个强国牌 民族复兴牌 但是对美的实质外交或实质的情况呢 将会足以屈服 并且会争取更多的时间呢 让美国呢 能够容许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就被称之为什么呢 是一种纳降 一种投降 也就是说呢 蓬佩奥将会去前往夏威夷呢 接受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受降 那么受降一个仪式 虽然这个仪式呢 可能不会被命名为受降 但是其实内心核心的本质呢 应该是一个服软的一个情况 那我所以呢 我们标题上呢 也是明晰的我列到了啊 那么是受降的还是代表总统的秘密外交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很多分析人士就指称呢 受降的概率呢 是比较高的啊 当然川普总统派蓬佩奥去前往夏威夷 与中国的外交人员见面呢 也有想缓和局势 并且执行自己的这个第一步的这个贸易协议啊 因为这两天呢 虽然前两天美国股市大幅上扬啊 那么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是重错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再次出现 所以呢 过山车市的这种美国的股市表现呢 对川普总统来讲呢 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 或者是对于他的大选呢 会是一个很不利的情况 那么我在这里就想请教我们的嘉宾们啊 那么您认为是受降的概率大呢 还是川普总统需要与中国 要求中国完成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 而支撑他的选举的概率更高呢 是中国提出来的呢 还是美方提出来 不过根据现在选择的夏威夷这个点来讲的话呢 似乎都选择了两块大陆的中心点 似乎有一种做样子 不过更多的一些人是说啊 其实他选择的依旧是美国本土 那么对于选择美国本土来讲 一定是受降 也就是中国准备投降的概率呢 更高一些 但是为了在将来的新闻报道中和国际媒体报道当中 看似两国都在这样拉扯 中共是爱面子比爱国民的命和比爱利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受降的概率呢是更大 或者是中国方让步的可能性呢更大 好的 首先邀请我们的老生常谈先生 您请 马军你好 这个其实刚才我想说的你刚才说差不多了 我在说一下 这个六四开吧 双方的各局所都有需要 六四开就是中国需要美国的成分大一点 所以这个这次呢去了美国领土 而且但是呢又在了选择了夏威夷 就是刚才你说的 所以说这个是中共是很在很在乎这种面子上的 所以说不能再一次不能完完去到美国本土 所以说就选择了夏威夷 也那这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 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会晤呢 就那个 主要是为了三大问题吧 三大事 三大事件 三大目的 一个是我们都众所周知的防疫 这次疫情的防疫 追责 包括调查 这些所谓的这些事 搞得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紧张 所以说现在又为了缓割 总体是为了缓割对关系 对防疫这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在华为 就是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的一个重中之重的 也就是今天我就看这篇文章 是国内的一个文章 墙内的一个文章 也就是说华为也跟我的观点基本吻合 就是华为之战 华为输 就是中国 这中国输 这种这种观点啊 整个高科技就输了 就是这个观点 所以这次参谈恢复呢 主要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华为再一个就是 就是回顾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这种执行情况 这种执行情况的反而这方面 不是非常的一个 可以在这三大都重要 在三大事件之中可能排列了第三 我认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从那个美国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呢 在这个执行贸易协议这一点上呢 说中国现在目前来举止的执行得非常好 甚至我的预估的话可能还会超额完成吧 就是中国看我现在 超额完成大有这个能耐吗 我不知道 我估计啊 自己更多的一个准备时间啊 打赢这场长期的一个战斗啊 八年抗日 本来是说八年抗日吧 现在是十年抗美啊 大概就是这种 遵循着这种思路 所以就是总共的对华哥关系就是为了美中 那我那么的理解就是中国 中共就算是这一次放染身段 其本质的目的也绝非是真的向美国投降 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时间换空间 哎 这你就说太对了 这个短期的投降为了长期的 就是什么呢 卧薪长胆 我今天跪下 就让你将来你跪一跌 让你跪下 就是我今天要给你跪下 今天我们美国总统川普总统 是否把中国已经打得跪下了 不管他是真心跪下还是虚假跪下 不能这么说 因为美中国不是说完全一点实力没有的 不能说六四开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是六四开 就是这样 我不能说完全这样 不能完全这么说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老生长胆大哥 你要经常多发言 因为川普总统需要你支持 我们也喜欢听到川普总统 谢谢 好的 我们有请谷歌先生 谷歌先生呢 经常有一句话呢 就一直都描述中国呢 是如何应对国际关系的呢 就叫记迷之策 那么是不是继续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情况呢 谷歌先生您请 基本是这个 我刚刚基本同意刚才那个老生常谈 他的意见 就是这个并不是 我觉得不能叫受降啊什么 给起个这个名字也不太准确 那就是为了拖时间嘛 对于中共来说 其实现在中共只有 在台面上呢 只有一个脸 就是习近平 他的目标就是什么 就是自己能一直做下去 而且不要太难看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呢 可能没那么多 就是手段或者想法 因为他 其实一直是比较蛮横的 但是我相信他周围的 就包括老干部群体 包括上级常委 还在有发言渠道的人 可能会给过一些压力 然后那个一些建议 然后他就去做这件事 那么这件事呢 我你刚才说到 是不是真的打投降了 打跪下了 这个跪下这个词呢 是我用来说这个1992年 就是我一直认为 中国的真正的改革开放 是92年 那么邓小平这样的人物 才有魄力 该强硬的时候强硬 该跪下去 跪得非常彻底 你看到92年 做了非常多的事 这我就不一一说了 除了南巡之外 有非常多的 就是完全向美国示弱的 那么目前来看 以习近平他一直以来的 这种统治的方式 他其实做的几件事 已经是非常服软了 一个就是李克强说的这话 这肯定不是李克强自己的主意 而是这个经过受益的 第二个最近 这个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工信部部长苗宇 他公开的就是说 中国离这个世界先进 制造业先进大国还远的很 至少要30年 他给自己定位是什么呢 他把世界分 这个工业国家分成了四级 第一个就只有美国 第一级只有美国 就是原创立的 作为一个创造发明 第二个就是日本和欧盟 他们具有先进的制造业 包括中国的什么 制造业4.0 在德国是现实 在中国还是梦想 第三个就像中国和东南亚 印度这种后发的工业国家 第四个就完全非工业国家 就是包括资源输出国 还有非洲这些国家 那么也就是说 他在这里都把中国的地位放在 仅仅是比完全非工业国家高一点 那么跟这个2025大国制造 离得非常远了 所以说你看这些的话 实际上很明显是服软了 服软那就不一定说是 明面上有什么投降 可能有一个勾兑的过程 勾兑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就是以时间换空间 就是当然期望 把川普等到川普脱下台 那么在川普下台之前呢 尽可能的少通过一些制裁中国的法案 包括已经通过法案的具体落地 把这些进程阻止一下 其他的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要求的 也没有什么投名状 像当年邓的投名状还是很多的 包括跟这个韩国以色列建交 包括驱逐南亚游击队 在长沙的这种避难营 包括等等一系列改革开放 包括引入法条等等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今天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战略空间 只有经济利益 就是说我在买你的农产品 帮你增加川普的人气 我认为就这些 就是他不会有太多的空间 所以这件事我大概就这么看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谷歌先生 不过我们刚刚也收到了一些 最新的其他方面的消息 就指称了说 有一个内部的消息人士说了 彭培奥会与中国官员 在夏威夷的会面呢 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变化 那么就说 美国政治新闻网的 Politik的这个消息呢 指称呢 他们将会在夏威夷见面 那么如果双方真的能够成行呢 是为了能够降低双方的外交关系 不过今天又有一个 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 恐怕这一次呢 真的很难降下温来 因为降下温呢 也许是中国一方面的愿望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美国是 包括川普总统政府呢 也是没有办法去降低身段 与中国真的达成某种意义上的 这个外交缓和 因为这个时候 正是要向前进发的时候 因为美国需要这样的一个敌人 美国也真的 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敌人 那么这种缓和呢 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的 那么中国的外交战狼们呢 是推波助澜的最重要的力量 而这也给了川普总统 在大选年呢 给予选民一个强硬的一个身份 一个姿态 并且将疫情归咎给中国的一个 最有利的一个点 一个靶子 用一句话讲 叫中国的习近平正在挖着掘墓 自掘墓墓 这个时候呢 川普总统呢 抢走了他的铁锹 那么这个说法呢 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媒体上 都在这样